你们作为男人 作为新时期的男人 每一个人是什么态度 我今天想检查检查 当然这个话题不是我调起来的 你知道最近啊 有一个姐姐 我真是 惊为天人 叫丁玄 听起来像个明星的名字 周玄 这人有意思 先是他一段演讲 在网上这个流传 你可以 你可以看看他这个演讲一些 只言片语 女人如果生了一副 让异性见了就想战友 同性见了就生妒忌的像 那可不是好像 那叫妖媚像啊 可要小心了 这种长相 给自己带来的定是 非灾即祸 女人一定要有德行拖着 德行拖着 你的长相庄严呢 因此老祖宗告诉人们一个道理 丑妇 家中宝 还有更火爆的那个话呢 来 徐老师说说 我看了吗 他说家暴嘛 家暴女人要忍 对 忍了以后 这女人就不得病 是吧 是 最后又讲 女人应该要服从 要服从男性 这个版权都不来自于他了 所以你要看到 这个丁玄 不是他一个 你查他的这个资料呢 他好像还是属于一个 类似于什么社会组织 现在有一些社会组织啊 都是这个打着传统文化 什么传统文化研究会 甚至现在网上有人搜啊 就说他还涉及到盈利啊 对吧 像他这个一场演讲啊 培训呢 还在高校演讲 是吗 然后我看了朱海 有什么地方 他一个活动 后面写着 还有他丁玄的什么诗歌 什么朗诵 什么什么 专门一个活动 是他的诗歌之类的 五言五言 他领着大家集体那个宣誓呢 说哎 所以说我们应该一起宣誓啊 跟着我一位 我发现他都不是一位棋 他一位棋 我们一定要坚守真操 底下那个听众啊 真的拥护啊 我们一定要牵手振造 那是男的还是女的底下 都是女的 女的很多 你知道这事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为什么说 我说这版权也不是他的 就关于家暴的这个 你记得前几年 就是媒体爆出来 听说是被取缔了 在广东东莞 东莞呢 就要有一个叫猛证国学院 还是一个男的 一个姓黄的 一个男的 他创办的 他创办的 哎呦 那真是好多女的 包括这个女警 女家 嗯 交钱 去学习啊 睡大通铺去学习 然后呢 这个学习 找人这个献身 说法 就是说 我们 哎 就是找来模范 这模范就是说 我早上四点起床 对吧 这个 老公和儿子 老公和儿子起床之前 我就把所有的家务活都干了 然后说 说老公打我们 打我们是教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说我们平常把家里该干的事啊 勤紧小心的都干完了 我们难道还能招打吗 他还会打我们吗 有一次啊 我的老公 打我 我没有吭声 是吧 我就一直让他打 让他打 打到后来 我发现 他不打了 你看 这就是忍耐的力量 然后 大家跟着我念 哎 就也是预备起 打不还手 罢不还口 什么 永不离婚 什么就是这个 你就那个时候 那个国学院 也是女德 而且你知道 他就 他有一个东西 拜 拜这个孔圣人 还拜一个谁 就是 发 就是 贩卖这些东西 就说 爱女人的罪 全是我们自己的罪 对吧 我们干好了活 他还能打我们吗 就是这个 没有这个 像内似的 不同版本的 所谓女德 在香港 在台湾 甚至在美国 这个丁玄 是国内外 好多地方 都请他去讲过 不仅是 可能跟他没有挂钩 像香港有些团体 以宗教为主 有些也是非宗教 所谓基督教福音派的 对 有些跟宗教也无关的 比方说约定 我们要守征 不管你几岁结婚 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反正一天没结婚 台湾也是 集体的 集体行为 集体的一些宣戏 在美国特别南部 也有很多 所以重点在于说 这种 这种理论来说 我们用文道那个书 常识 common sense 来判断 大概都知道 蛮荒唐的东西 重点在于 我还是坚持 整个社会 怎么样来回应 那你就说 按说像咱们 一听这个丁璇 这种话 那肯定都是荒唐 对 可是呢 他在网上有争议 有为数不少的人 就觉得 就说他把实话 说出来了 那是啊 就是现在就有些女的 就是太不像话了 怎么着 这么不守 这个父道 甚至 我跟你说 有些时候就要不说啊 这个我觉得 就是中国的这个人们的 这种常识水平啊 是差异非常大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感觉 有些人已经进入了 现代科学社会了 但是呢 你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叫处女情结 按说这个 咱就觉得是 是封建的观念 对吧 可是你看网上底下跟帖 他就有一些人呢 就觉得 当然了 女人就是应该 我就要娶一个 处女 他就会有这样的人 现在都有这个想法 所以你看这个观念 我好奇的是 你刚刚说的那些评论 比如支持丁玄的人 大部分是女的 还是男的 有男有女 有男有女 我忽然这么想 想起 这么问 是因为我想起来 就是中国历史上面 曾经有段时期 是五四之后 就一直到建国后 大家一直都批判的一段时间 就是为礼教吃人的 那个时间 对不对 礼教吃人 我们通常拿出来 当例子的之一 就恰恰是对女性的束缚 比如说 不是现在江南各地 还有很多贞结牌坊 直到现在都还保留着 当年被封为 就能够为他地方 为他立牌坊 说这是个结父 是个真女的那种女人 大概都是些什么样的女人 有的时候是朝廷会封的 对 朝廷会有封一些的位置 给他们的 比如说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是有这么一个老太太 她守寡了六十多年 然后极度的贞结 她自己固然要守寡 不能够瞎搞 她守真守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她甚至有时候晚上会斥责自己 不准自己吃饭 要处罚自己 原因是她白天不小心看到 有鸡在交配 就她家养的鸡在交配 她觉得太不洁了 看了之后她受不了 然后她就要处罚自己 然后后来她的孙子 儿子都觉得 我们真的妈妈奶奶太了不起 然后朝廷就疯 这真是结父 给他立了个牌坊 这些牌坊 大部分都是什么时候盖起来的呢 其实绝霸的部分是晚明 晚明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今天想到晚明 你想到的是金瓶梅 牡丹亭 西湘记 西湖七月半 都是这些对不对 但是另一面是这个 这是怎么回事 就晚明出现一个情况 就社会秩序 开始变得很受冲击 很紊乱 然后当时主要是一些地方官 或者朝廷里面有一部分的人 他很担忧 这个整个社会 如果基础是建立在 所谓的家庭价值上的话 家庭价值受到冲击 这个社会道德观 开始虚无化怎么办 但凡一个社会 他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很奇怪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要从女人下手 然后就管女人 现在都是男人太坏了 那男人都是这个 蓝铃笑笑声的那种东西 我们好好从女人抓起 那么透过建立劫富 贞结牌坊这类的 强调富得这一面 那么希望女人在家乡 能够起到从身体做起 约束到整个社会 家庭秩序 让她稳固 因为那个时候人伦真的很乱 因为晚明的时候 有些地方真的是 地方乱伦都很多 乱伦都很多 那个鲁迅 这个很有名的一篇文章 我知节观 就是说这个 我每次上课就问香港的学生 他们还真不知道 什么叫节女 什么叫猎女 节女就是 就是老公死了以后 他不能 猎女啊 香港学生真打不上来 那个生节牌坊上 猎女的位置是比较高的 对 节女是比较低的 对 那鲁迅当年就说了 那我假如一个女的 她是很想做节女 可是老公的身体 一直很好不死 那么就做不到 你别说鲁迅这开玩笑 我最近注意到一个细节 巴金的家 被认为是反封建的 一个代表作 大家都知道 可是里边有一句话 那个丫鬟明凤啊 不是说跟三少爷要好 没成功要给他嫁给孔教会会长 最后他跳虎自杀了吗 是 第二天 他的那个 就是觉会的哥哥叫绝明 说了一句话 哎呀 没想到啊 明凤 是这么刚烈的一个女子 你看看 她是正面称赞她的刚烈 其实她这个价值观啊 还是那么的顽固 就是 这个真超怪 你看 她不是说可惜啊 她为什么要死呢 她怎么样 因为到现在 事实上 她家里真有一个丫鬟 也真要被迫嫁 但是她后来没嫁 她也不用跳糊 她后来嫁了一个普通的人 是巴金把这个矛盾写的激化 反封建一个教材 可是这个小说里边的正面人物 无意当中透出一句话 我觉得恰恰是在鲁迅批判的眼光里面 巴金啊 有透露出这样的观点 所以你说这个 我还想起鲁迅 好像还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男人啊 两大爱好 鲁迅也真是会讽刺 说男人两大爱好是什么 拉梁家妇女下水 劝风尘女子从凉 但是你想到没有 他男人 他靠什么 拉梁家女子下水 靠什么 让风尘女子从凉呢 靠这个游说 其实现在这活不但男的干 这女的自己都干 就是洗脑啊 就是说他靠什么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人类 咱们这个智人这个物种啊 他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高级动物 就是说啊 我们是因为一个想法 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 你这个就是观念 所以你看 为什么过去这个中国的禅宗 讲一句话 就讲要叫做这个脱网金林 就是你要从这个观念之网里啊 你能脱开 甚至说你能入于其内 但是你也能不执着 能脱开 我是说啊 你头脑里的观念是正确的 便罢 但是你头脑里的观念要是错的 你知道 比如而且你看 往往啊 你越听越像那么回事 所以为什么咱要科学发展观呢 你看这个丁玄 你还没听他那个演讲 他有理论的 这种理论呢 你要是没有现在科学的常识 你听着有点似模似样 这我就说 关键在于一种啊 就是印记说 我觉得这个比喻里边 对于所谓女人的真操 对于一种 包括什么处女情节 这个里边关键 用丁玄里边所讲的 他就说什么 他说 老祖宗 让我们女人不要淫乱 是吧 因为什么呢 是为了我们 种族的优良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中国话里 有一句 有一个词 叫杂种 你看 他为了想说的文雅 他不说杂种 他说叫杂种 他说 如果是一只纯白种的狗 和一只纯黑种的狗 交配 那么他们生出来的呢 是黑白花的狗 是吧 他说 但是来年呢 这个狗又发情了 又交配 那那个纯白种的母狗 跟一个 这次跟一个纯白种的公狗 交配 生出来的 应该是白的吧 其实不一定 也可能会生出 黑白花的狗 为什么呢 因为上次那头 黑狗的记忆 你知道这记忆 留在这个白母狗的身体里 对吧 我跟你说 忽悠本类蛮大 对 把我们都圈进去 听起来也有道理 黑白两个 你就看 就是有些人 就现在还有这个 处女情结的人 他也会为自己找依据 你想到没有这个观念 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觉得最怕是什么 被包装起来的 同样在我看来荒唐的理论 举个例子 虽然是朋友 彭厚祥那电影 春娇与自鸣 我看了那所有的电影 这一步我是最 看得不自在也不安的 比方说里面的 那个爱情男女 关联的保守 倒退 不应该出现 在这样的电影 比方说 其中一幕记得吗 去台湾旅行地震 那个男的躲在那边 然后那个女的 就说他表示你不爱我 因为大家都 看到非常荒唐 可是很浪漫 我觉得你不够爱我 你总是想要自己先 而不是想要保护我什么 然后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拿起包包 转身就走 女人有这个权利吗 你事实上我们男女去旅行 男女朋友 我为了一个事情 然后我拿起包包 转身就离开这个旅途 终结这个旅途 可以吗 谁给你女性这个特权 其实好像是特权 其实是保守的 你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 我唯一选择就是我离开了 而且我生气 我期待你回来求我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个西文文化 香港被我们算是港女 港女典范 这是非常可怕的 比方说那个 就说男的应该保护女的 不保护的话就失职 他把女性描绘成一种 就是非常的 就是要强调 他要得到男人的保护的位置 一个弱势 然后如果得不到 他还要生气 还要怎么样 是这种位置 对另外男女的固定的权力 好像是权力 其实是不同的角色 就男强女弱这种 然后女的又有 他所谓强的部分 比方说他随时可以 拿着包包离开 OK男的不行的 男的你一定被说成渣男 你女途中把女朋友抛开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 不同电影 比方说那一部 跳舞那个 那个女生 跟那个交了新婚 然后跟原先的男朋友吃饭 突然吃到一半就说 I am sorry 然后起来跑去 叫他新婚 假如性别倒过来 我们绝对是 发新男 渣男 渣男 到最后那个女的 什么都有了 有她的有钱老公 然后有小孩 然后看着她的 旧情人很浪漫的 还弹着吉他 钢琴 钢琴 我意思是说 我真的不怕 这么明显的荒唐的理论 就怕很隐秘的 好像包装的很浪漫 很自然的 所谓意识形态 还是很保守的意识形态 非常保守的男女的角色 什么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权利 你有什么样的权利 其实这是非常恐怖 我都觉得 假如我跟一个女的 结伴旅行 她中途要是恼了 她走 我觉得很没有什么 但是我确实觉得 我不能跑 而且她走了 你得把她追回来 你怎么样 你要是不追的话 你太不像话了 对 或者反过来 更甚的 要是你走了的话 那这个消息传出 就是邓文涛是个渣男 渣男嘛 贱人 这有个安全 女的可以上班回来 回家说 哎呀我想quit 我这份工作想不做了 男的是不能说这句话 对 对不对 但这些是 看来四个男人 只能发出男权的声音 这个其实也跟女权有关 因为这个其实 恰恰就是把女性 摆在了一个比较弱的位置 才会有这个想法 非常清楚的讲 这个女德 其实是投射了男人的欲望 对 在满足男人的需求 所谓女德 归根结底 你刚才讲的这个改变头脑 这个都是男人的欲望 而且已经到了第三阶段了 第三阶段 最早的原始社会的时候 其实男女那个时候相对 还是比较平等的 直到地球 这个什么变暖变冷了 食物难以取得了 这个时候男的获得食物的权力 能力大过女的了 男的比女的多钱了 你想是原因啊 佳惠刚才讲的原因是有的 为什么最早提出 要贞结这些事情 或者说要固定的一个女的 就是父权子 就是男的要知道我的小孩是谁 我的钱可以传给他 你就不用那动物都这样 因为他怕要养 否则的话 这一堆小孩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的 好了 他现在要确诊这个女的 生的是我的小孩 我跟他们说过 很简单 你早上你在山洞里 你跟他做了纳事以后 你要出去打猎了吧 那旁边外面一堆男的在那里 虎视眈眈 因为你的女的漂亮年轻啊什么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方法 就把他困在山洞里不让他出来 这个方法一直用到很晚 对不对 现在在中东很多地方还用 很多女的 接了婚姻 我只能看老爸哥哥 对不对 老公 其他人就把你关起来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跟你答应好 我走了啊 你别出去啊 我一会儿带腿羊肉回来 你放心 你不愁吃不愁穿 我给你带回来 今天那么羊肉变成Tiffany 变成LV啊 或者变成一个房票簿啊 道理还是一样 就是说我给你利益 你守住 第三个方法 就是中国人文化高升啊 就给你植入一个晶片 这个晶片 一个观念 这个晶片的核心 就是说女的不能跟两个男的 不要说三个 两金成一鞋 你跟两个 你现在柳妈这个怎么劝祥林嫂的 对不对 你看你死了以后 你有两个男的 死了以后要分尸了 把锯子锯开你的身体 对不对 就祥林嫂活活就被这个概念 所谓争吵概念 其实是一种害怕 很多女的 她不敢为了好处 身体快乐 经济快乐 她不敢 她觉得如果有这一条 我这一辈子 我就是一个坏人了 男的真是聪明啊 这个晶片一弄 门也不用锁了 这个LV也不用送了 她自然而然的帮你守着 静静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贞洁 黑狗白狗黑白狗 这个问题 她让很多人觉得有道理是为什么 因为她诉诸了一个 我们意识形态里面 潜藏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东西 就纯洁性 这个纯洁性呢 就是种的强大 对 她又牵涉到种族的问题 所以这个女人身体 贞洁的纯洁性 就变成了跟种族的 民族的 甚至国家的纯洁性 相关起来了 这个秦始皇最早发文 就是讲这个事情 对 又或者其实希特勒 当年最怕的就是 犹太人会弄脏了 亚利安人纯粹的血统 对不对 就血统论吗 就比如说纯洁性 纯洁性是一个 我觉得是个 从来是个大的神话 就大家都觉得纯洁 对 我们种族要纯粹 民族要纯粹 女人身体要纯粹 但事实上 这从来不是一个不值得挑战的 或者是有价值的 值得追求的一个理想 世界上面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生物 之所以还能够有变化 有进展 恰恰是不纯粹 你想历史上 我跟你说 不但文化是融合的 血统也是融合的 真正的所谓 那个纯种 那个百分之百纯种 那是个神话 对 你不要说别的 当年消失了的一个人种 你记得叫什么 尼安德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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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种已经消失了 但是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大概有百分之几 百分之几 还在我们这个 智人的这个血统里 而且中文化上也讲 我们正讲 纯粹的中国文化 纯粹的中国原生的东西 但纯粹的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像 那你 你看以前中国西周的时候 我们的青铜器很发达 我们中国文化光彩灿烂 但整个青铜的断野技术 是西亚传进来的 如果没有西亚 没有最古老的青铜之路的话 中国不会有那么光明的 一个商周青铜文明 重点在于说 我说丁玄他们的 这一套所谓的旅德 为什么有时候 很容易会有人中招 觉得 因为我们要忠诚 我们忠诚 我们希望 别人对我忠诚 相对我要对你忠诚 甚至许多时候 我对一个人忠诚 好像牺牲付出 其实也有快乐的 我觉得高向 我觉得美好 我觉得稳定 安全感 我们觉得忠诚是好 可是他把这个东西 跟忠诚等同了一起 他以为说 女的又守着 又听老公话等等的 他把这个 让人家以为 他把两个 根本不是一样的东西 他把简单来说 奴性 好吧 当你讲这么荒唐的 所谓女德的时候 一定要相对 你怎么样讲男德 嘉辉讲的 我有共鸣的 就是讲什么女德 讲什么男德 其实讲讲德吧 其实有些人的 这个呼应 也是感觉到 就是说 在咱们这个社会里 咱们不要说女的 有一些男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 可能很多时候 也缺了点德 你知道老中国人 古代的中国人 有古代中国人那一套道德 但他也有 对吧 但是呢 今天的人们 我们经常会看到 你比如说 要不说 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 不要讲什么女权 或者什么的 咱就讲人 讲人德 讲人的德 人的德 其实我现在觉得 我还是信服孔子 做人呢 不管是男的 还是女的 把仁义理智性 放在心中 是没错的 对吗 其实说白了 就像嘉辉说的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男性也好 作为一个女性也好 对配偶 对吧 爱他 为他服务 让他开心 对吧 那么这有什么错呢 我就说 在这个意义上 咱不考虑什么男女 是不是男尊女卑 在这个意义上 大家互相好 是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 我负责任的 对这个事情的想法 因为说实在的 在这近两年 我作为一个 有点大男子主义的 这个思想的人啊 有时候开始发现 碰钉子了 就经常有一些女性啊 人家对你有意见了 对吧 我说我现在吧 就这么想这个事 就说我们都有 我们的时代局限 作为我来说 我这个岁数 我头脑中啊 必定会有一些 我就说我也不叫直男癌 可能有点直男炎 我说但是呢 你得我一条 我说我这个人呢 要求进步 我要求进步 对吧 就是说甚至于 我这个有时候 大男子主义 检讨我自己的啊 我不太知道 不同的女的 到底在乎什么 但是我就是讲一条 我说人者爱人 就是爱这个人 就是说咱们 咱们总是要爱人 甭说女的 男的我都不愿意伤害她 只不过有的时候啊 因为我的局限 我实在不太了解 比如说这个女孩子 如果我这次说了什么话 你觉得冒犯了你 那么你一定要告诉我 因为我不是本心逼点都不想伤害你 我只是因为我 我的局限 但我下次见到你 我肯定不会这样 就就我在学习 咱要求进步嘛 我一定要